HELLO,我是樂儀 話說這個暑假,我就回到澳門 所以今天就決定拍一個2024年版本的澳門必食 那我們馬上開始 好,第一站就來吃這個世紀麵包 試一試,超大塊,11元就是這個 大塊得來,酸得超香的 很大塊,很鹹實 對 不過很香,它又不算是很多油,很多雞皮 而且我覺得它夠味,又不是很鹹 因為當時看到人們不是很鹹,但我覺得不是很鹹 下一站,我們來吃這個摩托雞飯 其實我不算經常吃摩托雞飯 但因為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在澳門 热起了摩托雞飯的熱潮 所以我經常在香港錄到摩托雞飯關注的店 這個應該是逃生鋪人,是在這裡人人的 所以就應該只是澳門才可以吃 大家來澳門都可以試一下乾麵之牛 放了照片在這裡 很多薯仔,不過真的麻煩的薯仔 這個火土碎和提子乾是正常的 沒有這兩個不見摩托雞飯 真的 真的,真的要有 有人說在香港茶餐廳的摩托雞飯 會做得像沙丹餅的雞法法 有一點辣 香料還要是 是真的蠔色的 在這裡,只顧著和朋友聊天 我忘記做一個最好的總結 它的飯炒得很香 然後雞腿肉也真的很汁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試摩托雞飯 真的很建議可以過來採香園試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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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吃 好滑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那些腸子就很香 那些麵粉味 嗯 就是它的漿是很滑 它已經過了很多次小 你不會吃過蛋歪蛋 腸歪腸 這個沒什麼蛋 好就好 真的? 想這件事 像龍就像皮 沒面子硬的吧 這裡是女的 真的完全不知道 因為這裡是很民生區 民生區 是不是看到的 好 首先第一件事 我叫了這個辣魚蛋 因為剛才辣這件事 挺澳門風情 大家過來可以試 嗯 沙甸魚的朋友來的 它是澳門才有 辣地帶不算很辣 不吃辣都可以吃到的 那種程度 很多茶餐廳都有辣魚包 辣魚子 這件事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之後 其實這家文庫最有名的 就是吃這個毛骨雞翼 因為剛才吃了飽 所以我們就點了這個 雞翼湯 這個湯很原則 雞翼湯吸了 所以吃下去是有這個味 嗯 嗯 龍湯 就是龍湯 要用這個 極貼切 除了這個有湯的版本 他們的炒湯粉也很有名 但就視乎大家想吃有沒有湯 因為我們現在很口感 所以就點了這個有湯的版本 好喝 因為上次2023那條片 很多人上過推薦蒲國餐廳 所以這一年我回澳門 都不停試不同的蒲國餐廳 這一間船屋超級推薦 所以算是我吃過 我覺得真的很正經的蒲式菜 然後環境好 價錢合適的一間蒲國餐廳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過來吃 嗯 嗯 今次我們就點了這個 馬駕優球 以及點了一個非洲雞 其實他們的餐廳 我覺得牛扒 和福國雞 還有一個椒鹽 蝦 每個都很好吃 如果大家人多的話 就點了這幾道菜 這兩道菜我沒有任何的挑剔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正宗 總之就是大家幻想中的味道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食堂 所以是澳門人吃甜品的 一定去的地方 其實我想說這裡很近巴士站 如果大家搭港主要回香港 現在附近就有一個巴士站可以回香港 所以也可以用這一間做你們行程的結尾 吃完它就可以直接搭巴士 回港主要回香港 這個 羊枝甘露小丸子 嗚嗚 嘩 嘩 嘩 其實跟大家說一個秘密 就是 我是不吃芒果的 但是呢 我是吃羊枝甘露的那些醬 很多芒果肉 而且它真的很真材實料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吃羊枝甘露 我是真的可以來的 說了這麼久 都好像還沒跟大家推薦咖啡 所以前陣子我回澳門就去了這間日日 最主要是吃它的布甸 飯是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布甸會更加出色 很滑 它有蛋香